中国打压台湾的国际外交空间 尼加拉瓜在中国的策动下 在中美洲议会提出排台纳中的提案 五国政府对此表达最严重的抗议 而为了维护国家主权跟尊严 也决定从即日起要正式退出中美洲议会 副总统赖清德刚结束出法行程 可以发现对岸反制的手段却不停歇 短短不到十天就已经至少五度出手 从经贸、外交、军事一直到农产品 针对性十足 赖副怎么看中国禁止台湾的芒果输入 会不会觉得是针对你而来 怎么看中国一连串的反制动作 副总统赖清德出访过境美国 中国反制手段不停歇 才短短十天五度出手 像是过境纽约的时候 中国商务部对台湾进口的巨碳酸指 发起反倾销调查 接着透过国台办文工 批赖清德是麻烦制造者 军事方面解放军再度发动对台军演 也暗示可能收回ECFA经贸红令 再来就是宣布暂停台湾芒果输入 从经贸、外交军事到农产品 针对性十足 这个无理的一个 对台湾农产品这样一个打压 我们要表达最大的一个谴责 而在外交上压缩台湾国际空间 手段更是强烈 中美洲议会当地时间21号上午 强行通过尼加拉瓜党团提出的 排台纳中案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跟尊严 台湾决定从即日起正式退出 中美洲议会 中美洲议会1991年成立是 区域性议会组织 会员国有瓜地马拉、萨尔瓦多等六个国家 瓜地马拉是唯一跟台湾维持邦交的成员国 而台湾则是在1999年 加入成为永久观察员 中美洲议会也发出声明 已经批准中国成为该机构常驻观察员 并取消台湾常驻观察员的地位 凸显中国处心积虑破坏中美洲民主 以及在区域扩张的野心 很明显是中国背后的唆使与主导 中国一连串动作 释出的政治讯号不言可遇 打压似乎在选举期间 成了对台的主旋律 记者消息室台北报道